贊勒 能放开辅助器走路 对历经多次车祸跟手术 常年不良于行的王先生来说 这是慈祭人爱得接力的成果 来年前得知 家住台南南化区王先生的状况 慈祭志工跟仁义会团队 就开始上山给予关怀 大领祠院前副院长 跟他开完道之后 然后配合说一个月来一次帮他针灸 看他现在都已经进步到 可以用放开那种辅助器可以走路 他妈妈八十几岁 这个孩子国小四年级 所有的生活中断都放在 他太太秀卿的身上 你如果不跟他三天 让他好起来 并所有的压力都会在这个孩子的心上 慈祭人的陪伴让王太太深受感动 去年地已经受证为慈祭志工 夫妻要把这份爱再散播出去 达安新闻 这下午志工黄秋慧梁炳青 台南报道